第七项技能 行动 行动呢 也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个层面呢 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面 其实行动很简单 就是去做了 我们如何去做 做成什么样 在达成什么样的标准 在什么时间做完 这个是我们去行动的要点 那我们要用这些要点去框架我们行动的范围 范畴 因为等到了行动这个范畴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发散 不能去有过多的探索性的部分 因为行动是带来结果去验证我们的方案的部分 在沟通的过程中的行动 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的行动其实是为了拉近关系的部分 是拉近关系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比如说在我们脂肪沟通里面我们提到 那最后那个环节就是行动 行动就是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 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有些人会说一些事情 然后做的时候就会做另外一些事情 这个是要我们注意的 就是我们要说的和做的一致 这样我们才会建立起信誉 建立起信任 你自己有了信誉 别人才会更加的信任你 特别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相对长期的关系 比如说合作伙伴 你跟合作伙伴之间 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你要一起去达成这个目标 它也相对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部分 那你就需要你的说的和你做的 更多的是一致的 否则你的信誉就会丧失掉 别人对你的信任 信心就会降低 这个是在沟通过程里面的行动 它不单单是为了拉近关系 也是为了创造信任 更好的践行信任 而在教练环节里面的这种行动 是我们支持客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落脚点 我们支持客户去发生改变 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是动力十足 激情分啊 非常的有动力 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做十天 就没有动力了 就丧失掉了动力 我支持很多客户 很有意思 比如说他们要养成早起的习惯 早晨六点起床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非常的兴奋 每天起来之后 然后在一些地方去分享 在朋友圈里去分享 他几点起来了 甚至要分享 他一开始起来之后 做了点什么 那十天之后 他就没动力了 消声匿迹 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动力 丧失掉了 那个激情 好奇的那个部分消失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教练 以及我们去帮他构建环境 更好的支持他 支持他去行动 让他养成一个初步习惯 然后再巩固这个习惯 最终让他成为 内化成他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 养成一个初步的习惯 我们前面有说到 二十一天 巩固一个习惯 一百二十天 内化成他的一个技能 一千天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支持一个人 去发生变化 那最起码 二十一天 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周期 比较理想 比较合适的 是至少是四个月 那如果能够更长的 就是一千天 三年的这个时间 是比较理想 支持一个人发生 一个一向 内化一向能力的这种变化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周期的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非常考验我们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练 要如何用不同的方式 去激发我们客户的斗志 去支持我们客户的行为 让他达成他的目标 在任何的目标的 实现的过程中 都会关联到支持客户 去行动的这个部分 或者说去支持客户 养成习惯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教练的工具 要去支持客户的这种行动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帮助客户 去塑造一个支持环境 让他身边的人 他的亲密关系 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 去支持他 那这个时候呢 会需要一些具体的方法 那这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 让他在这些人面前去 清晰地阐述他的目标 以及他的行动计划 人一旦把他的目标 和行动计划 阐述出来之后 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如果他不去做的话 他不宣扬这个 他的目标 他去达成目标 和实现这个目标 去行动的可能性 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也有可能 他即使宣扬了这样的目标 以及他的行动计划 最终他也可能执行了一段时间 他就不去行动 他失败掉 没关系 这个都属于正常的部分 就像我们讲觉察 我们去要欣赏自己 去行动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欣赏自己 我们也一样 要欣赏我们的客户 他必定迈出了第一步 不管是十天八天 还是三天 他必定做出了这一步 下一次改变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需要 下一次行动的机会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有新的激发点 或者是说他更清晰的目标 拉动而产生的 总之 我们保持支持 和激发客户去行动 也是我们3L教练的 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